可以嗎? 天氣好好,等一下就逛街 聲音都可以了嗎? 可以嗎? 可以嗎? 賣低一點 謝謝 Ella今天怎麼這麼有精神 因為天氣很好啊 又是這種 跟運動有關係的活動 所以就覺得很開心啊 好喘 太活潑了 反正天氣很好,很舒服 哦 那算太沒事了 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昨天去看清風演唱會 好好看喔 蘇打綠真的好棒 好,講完了,還有呢? Ella要忘了講這 蛤? 告訴你們 我這也不能開自己變性成功的玩笑了 這個玩笑開得 開到大家都誤以為是真的了 反正我不是變性人啦 好,這是你開始的 我自己很愛亂開這個玩笑 可是早期其實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這個新聞有傳過一次 然後後來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又流行而起來 可能最近吹一種復古功吧 我也不知道 舊新聞也變新聞這樣 但是呢就是覺得說 好像越傳越誇張不解釋不行了 但真的不是啦 我不是變性人啦齁 老公聽到我跟妳說什麼 他覺得很好笑啊 他覺得莫名其妙 還說他是富商 他哪是富商啊 他就是一個很棒的上班族 很腳踏實地工作的好男人 那你要怎麼多去全民運動 多去全民運動 我覺得其實呢 就是呃 自己 自己一身作則吧 前陣子我必須坦承 因為工作太忙了 我真的沒什麼時間去健身房運動 然後後來有一次量我體脂肪 我被我自己嚇到 我覺得我很過分 而且我很生氣 我氣什麼呢 我氣我自己 然後我跟你們分享一件事情 我最近看了一個那個 就是那個TLC的那一台 有一個節目 就是減肥那個有沒有 一整年減肥那個活動 不知道那個節目 然後啊 就是那什麼超級減肥計畫 然後裡面有個女生 她就在運動前 呃就是開始加入這個活動之前 她就開始呃 跟自己對話 然後她就要把她所有的事情 情緒都發洩出來 不管是別人對她的善效啊 或者是她在生活裡面 遇到的困難 最後呢她就說 她其實很氣的是自己 她覺得她自己怎麼可以把自己 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她曾經是一個 非常優秀的運動員 所以呢她就在 丟出去的時候 我我原諒你 我原諒你自己這樣 然後那一刻 我看到節目看到我痛哭流涕 因為我也有點氣我自己 怎麼可以讓我自己的體脂肪 變那麼高 所以我就現在也開始 又那個下定決心這樣子 除了飲食要控制好之外 也要開始好好的 就是養成運動的習慣這樣子 因為前陣子真的太忙了 對不起對不起 哈哈哈哈 她這次帶你這個小朋友 她的運動計畫 嗯 那妳自己 我自己的小朋友嗎 對 如果我肚子裡開始有小朋友的時候 我也會帶她一起運動 哈哈哈哈 所以那個做人計畫 做人計畫其實 我一直都是排在明年吧 你本來是 本來是 本來是年初後來 又一些變動 唉 反正就是順其自然 總之現在就是先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對 但是 我還是有把她排在我人生計畫當中這樣 對 那如果真的有好消息 一定會跟大家分享 嗯 謝謝妳的關係 謝謝妳的關係 哈哈 那妳有最近就是那個 VOL的事情 我應該有看到 有有有 那就是因為SFD 也就是參加女生的 那怎麼樣來維持這種關係 呃其實說真的 因為我並沒有經歷過 他們經歷的事情 然後呢 我們身處的環境 以及我們身邊的人都不一樣 所以說真的 我沒有什麼立場 呃去去去去去告訴他們什麼 或者是去跟你們分享什麼 什麼的想法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每個人 人生都有自己的功課 所以呢就是 呃就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去庫復他這樣子 每一個 每一個關卡這樣子 那從出道到現在 有沒有覺得 哪一位團員最受 公司的喜愛 嗯 大概是我吧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公司都對我們三個人很棒啊 都很好 對 那邊會不會有一些對於壞的參加 你說我們三個人嗎 呃 我們都 其實 我們其實最討厭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真的 比較少 真的比較少 然後 我們就算有什麼 呃意見不一樣的話 就不一樣 麥低一點 麥低一點 對於工作上面 我們都會互相討論這樣子 還有其他問題嗎 謝謝大家 好啦